中国经济成长疲软已经不是新闻 中共总理李克强甚至把今年GDP目标定在7%为了一年最低 不过面对债务过高 产能过剩 缺乏新增长来源的中国 接下来的经济会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成为各方学者关注焦点 根据北京最新公布数据 中国一二月的工业制造 零售业和工厂等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的速度显著低于经济学家预期 中国经济成长力道走软 面对巨大的债务问题 学者表示担忧 中共总理李克强告诉人大代表 中国今年的GDP增长目标将下降到7% 不过财富13号报导 中国目前陷入过度债务 产能过剩和缺乏新增长来源的恶性循环 达到7%的增长可能是一个太高的目标 根据麦肯锡最新公布数据 中国的债务从2007年到2014年中成长了四倍 从7兆成长到28兆 约是中国GDP的百分之两百八十二 比美国还高 令人担忧的是 影子银行占了将近新债务的一半 另外有半数的债务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房地产有关 巨大债务问题将如何牵动中国经济未来走向 全球都密切关注 新唐人亚害电视 张智玲编译